來爆雙方點位 在地圖一眼中方向的藍色神奴玩家是NC 目前他是沒有戰隊的 你看他的名字叫DONO 他是沒有戰隊的 所以你有興趣的話可以把他簽一下 但是你可能一年要花個幾百萬吧 在地圖一眼中方向紅色的NC玩家是 還是NYI戰隊的JACKG 傑克基 好這邊應該是會出一個 會蓋瓦斯啦 沒意外喔你看他是在停龍齁 他就是要直接蓋瓦斯 這是人類的標準死神開的流程 12人口蓋兵營 然後直接停一下公兵齁 12人口蓋下瓦斯 這樣你的兵營已經好就可以第一時間 做一隻死神去偵查 NC 兵營蓋下去又直接去偵查齁 這跟那個HAS的 偵查時間點是一樣的 按這個時間點去偵查的話 好處就是 你可以知道 你如果第一點看到的話 你可以知道他家裡的兵營是不是放家裡 他兵營是放家裡 如果說沒有放家裡的話就是被野科技的 那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對方是否有瓦斯 其實在以前自由之一的時候 你在兵營蓋下去的時候去偵查 這個時間點是看不到東西的 因為以前沒有人在出死神 所以說他人類大部分都會很早的 把那個瓦斯 把門口用兩個補給站堵起來 那這樣的話你工兵過去的時候 你就撞在這個地方就上不去了 那可是像他在重組之心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是出死神開嘛 而且你如果堵口的話 會怕被那個母劍核心加追裂 硬吃你的門口這兩個補給站 甚至連你的兵營可能都要往後飛 那這樣太虧了 你看開局掉兩個補給站 你看一來卡很口而且少兩百塊 所以說現在基本上人類在打神主的時候 其實封門的已經越來越少了 已經很少人在封門了 好NC這樣直接進來看到死神 那就知道對方是一個正常開 而且他還把那個 反應爐直接放下去了 喔他媽的一個髒話 PP NC打一個OO 123 什麼123 喔他們在撤會不會lag吧 他們可能絕對會lag 喔他打一個高 高 高 123 45 6 他們在撤會不會lag 嗯 Steal 嗯 會lag嗎 不知道 雙方對於那個連線品質都非常要求 所以 好 那 那 好像 不知道會不會lag NC那邊是單瓦 那假如沒意外的話 等一下NC會直接開下這二框 就是很標準的單瓦開礦 單兵單瓦開礦 那有些人會選擇雙瓦 那雙瓦的好處就是你可以在很早期就直接做出 傳門 追獵 加 母劍核心 這三個可以同時做的 如果說你是雙瓦的話 那這樣好處就是你的追獵跟你的母劍核心可以往前壓 那如果說像NC這種單器的話 那他就沒有辦法 追獵傳門跟那個母劍核心都一起做 那他就只能 屬於打那種比較防守型的 所以說一般來說 你如果人類來偵查神主加是看到雙瓦的話 你就要防他 有可能會用母劍核心加追獵來硬壓你的門口 硬壓你的二框 所以說通常你看到對方是雙氣 人類你就盡量就是直接 直接把你的雕寶蓋下去了 比較保險 一般來說是這樣會比較保險 不然人家來壓你 你可能會被打傷喔 如果說人家操作好 基本上是可以把你打傷 好那這樣上來看到 他應該會過去看一下有沒有二氣喔 那 欸 他沒有看喔 他這樣子稍微看了一下 不管喔 就直接走了 那他這邊選擇是一個三兵營阿 喔那這樣捷克機等一下會斬到 大概九隻槍兵 十幾隻槍兵的時候 會直接過來壓一下二框 喔做了三個兵營阿 那這樣槍兵會很多 槍兵會很多 不過他現在還是不知道那個 NC是什麼樣的開局 啊NC也沒有急著下去 因為畢竟他是單瓦開嘛 他沒有他 單瓦開礦是沒有那種壓 在早期對於那個人類來說 是沒有壓制能力的 喔這邊還有 這個巡邏 這個應該只是把弓兵藏到外面阿 我覺得在這邊用巡邏其實 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阿 這個地方神族好像也不能做什麼 不會通過這個地方 所以說他只是 只是把弓兵藏在外面而已 隨時他到時候可能會來一個雙線偵查 死神硬跳 然後弓兵直接去二框去偵查 或者是他這次弓兵有可能要在這邊蓋點東西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不會 因為他已經放下了三個兵營阿 而且他沒有開下二氣阿 那基本上人類這邊是瓦斯絕對是不夠用的 所以說人類這邊應該是要打一個 槍兵 那個打正義好的timing 要去壓制二框 好死神將跳上來 被解決了 那賈克基 這邊對於NC的科技還是一無所知喔 完全不知道那個NC是要打什麼 那NC這邊已經準備好要打閃線追裂了 從中的閃追一波 閃追一波 而且兵已經完成 這槍 喔 弓兵直接繞過去可以看到科技 喔 哇 NC如果說有第一次發現的話是可以截掉這隻的 但是沒辦法 這槍上去了 工兵可能會電他一下 喔沒有電 哇那這樣子科技要被看到 哇 閃追要被看到 NC的第四 喔 NC因為被發現是閃追喔 直接要變招了 要變招了 要變招了 NC這樣子看起來是不會硬打了 因為畢竟被偵察到那個閃追科技的話 NC這樣子硬要打正面是有點危險喔 那NC就直接被偵察到馬上 他一發現工兵上來會偵察到 他知道一定偵察到 所以他直接下了BF 準備要轉兵喔 但是這個 但是你如果說今天要轉兵的話 你的兵還是要往前壓 哇 這直接是槍兵 要被截了一波 要被截了一波 哇有點虧 損失了一隻追力喔 但是傑克基 這邊覺得有點危險喔 直接把兵往回拉了 他準備要繞路喔 等那個 如果NC前壓的話 他家裡就要跟他換架 欸 喔原來只是一隻槍兵欸 好 那他回家 回家守 並且放下兩個雕寶 這邊也要放 沒錯 那這張圖 只要這樣子放的話 基本上是萬無意思喔 你不可能 你從這邊跳 他也有兵手 你從這邊跳的話 他也有兵手 那這張圖的跳點 就只有這兩個 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跳 你不可能從這個地方 直接跳到這邊 那你就是Michael Jordan阿 Michael Jordan可能也沒辦法 從這邊跳那麼遠阿 所以不可能是從這邊跳 一定是只能從這裡跳 或是這裡 所以說 賈克基他今天 雕寶這樣放的話 NC是 一點機會都沒有 但是NC沒有 並沒有要 往十一打 他是他生了一方 NC應該是不會跳 他過去看了一下 這應該是不會硬跳 他剛剛看到 這邊有一隻槍兵的感覺 所以說他知道 在兵力放在那邊 但是NC往後退了 家裡有一隻 公兵在偵察 好 賈克基這邊 偵察到了 偵察到 有攻防 那他知道 對方應該是沒有要繼續打了 好 那直接一看到對方 沒有要繼續打 直接把VS放下去 好 那這樣雙方開局的話 我覺得 賈克基這邊 稍微佔優勢一點喔 畢竟這邊爆了很多的追劣阿 這些追劣其實 在後期是沒有什麼用的 他必須要在早期取了一點 就是要賺點東西滑 不然的話其實這些瓦斯耗在這邊是很虧的 你看 NC這邊目前只有一個 房喔 房塊好 所以說NC這邊是有點虧的喔 科技 虧科技阿 好 升了 提速狂 那可能會走閃電喔 VT放了嗎 我們還沒有放下他的 還沒有放下那個聖堂文庫喔 喔咦 沒有要放聖堂文庫嗎 喔 NC要打一個 強力的正面的部隊要跟對方硬鋼正面嗎 是他下了VR喔 有可能要走巨像阿 就是下了VR 應該對 先出一隻OB 目前還不知道他要走什麼科技喔 有可能會走巨像 也有可能會走閃電 好 是他不能 不能直接退回家 要想辦法多抓一點東西 因為利用閃線喔 危險就跳走 對 就像這樣子 要盡量去拖 盡量去拖 喔 被殺了 減克基 哇 哇 沒死 哇 賈克基這邊 他名字怎麼變一變 一下傑克基 一下賈克基 好 我們叫他賈克基好 賈克基這邊剛剛還先點了那隻沒有血的那個 追溜喔 想要多殺一隻阿 一次殺兩隻 好 那這邊大量的部隊在這邊壓過來 應該是會直接壓上斜坡 哇 如果說壓上去的話 NC立場一格 這邊大量的狂戰士是可以把這些部隊給吃完的 好 這邊 藥鐵也來了 藥鐵也來了 賈克基這邊是沒有開山礦的喔 賈克基這次要往實力打 往實力打 一隻槍面線上去看到大量的狂戰士 要硬上嗎 不敢打 這招一打會不會隔爆 好 一波掃描清掉了OB 喔 有可能要打雙線喔 打雙線的一個 前置動作就是先掃個掃描 以後你們有在玩的話看到對方 喔 還好他沒有一次載很多 先載一隻槍面上去看看 勢頭 如果說你們OB被掃掉的時候 你一定要意識到 人家有可能掃到你OB 馬上要做的動作就是雙線你 所以說這一定要非常注意 所以說NC剛剛也有感覺到 直接把追列往上跑 哇 NC在正面部隊不要 剛好直接閃追往前跳 部隊A的上去 但是立場 哇立場格的很好 哇 傑克基這部隊有沒有要再走 沒有要再走 硬打了 但是攻防是 喔攻防是一樣的 哇 NC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而且巨像已經要出來了 好 部隊全部退 好 哇這波NC打得很帥啊 喔損失了兩隻哨兵喔 哇 這哨兵要保存喔 哨兵 哨兵 喔 好這波打贏了追列 剛剛因為用掉閃追 沒辦法追擊 沒有辦法追擊 NC是他沒有三礦的 NC是他沒有三礦 NC不知道有沒有開三礦 那這邊傑克基已經 直接把三礦放下去了 其實賈克基殺的兵力是不太夠的喔 就這麼一點點 就一點尿蛋而已 其實正面是有點危險喔 那因為由於現在的鬼雷 前一陣子鬼雷改強了嘛 所以說是他基本上人類打神族 都會出鬼雷 因為鬼雷可以來打這種狂戰士是非常有利的 不管你的攻防再高 鬼雷都是打固定的傷害 所以說打在狂戰士身上非常痛 擴散一下所有的狂戰士都沒有護盾了 那神族也是因為鬼雷的改動 所以是他打閃電的 打閃電加提速狂的那種 那種組合的神族也越來越少 通常都是狀會比較多一點 畢竟鬼雷 你狂戰士A上去 就被鬼雷炸光了 那你的閃電其實也沒有辦法發揮很好的作用 好 這邊載了兩隻鬼雷要去騷擾 但是被OB看到 喔 要掃描嗎 掃掉 好 掃掉OB 那直接 直接 兩台鬼雷從後面來了 我們看一下戰損比 戰損比 喔 其實雙方戰損比差不多欸 那 這邊 兩隻巨像了 第三隻巨像要出來 正面要守住應該是沒有問題 因為 因為甲科技這邊完全不知道NC轉的是巨像 因為他剛剛在雙方進攻的時候 NC的巨像是沒有肉臉的 所以說 他完全沒有 他完全不知道對方那個 他完全不知道NC是走巨像 那 你看他現在一台圍巾都沒有 而且他還在出一條體喔 一條體已經來到了 喔 四台 加上這邊有一台空頭喔 總共七台一條體 七台一條體 但是他正面完全沒有圍巾喔 那這樣等一下巨像 會掃得很舒服啊 喔 沒有掃到 有點可惜 沒有掃到 要硬上了 等一下看到巨像了 結果鬼雷已經投了 但鬼也被守住 正面因為有巨像關係 假熱機正面是完全打不贏的喔 哇 立場隔得很好 欸 這快要掉了 快要掉了 天啊 空掉了 哇 陣型拉得非常開 好 還是守住了 還是守住了 NC這樣的話可能會 喔 可能要一波反打喔 加上他的追劣喔 部隊正面非常的威猛 非常威猛 欸 那個NC已經拿到二攻二防 欸 三防即將完成 三防即將完成 欸 升了他的聖堂文庫 聖堂文庫已經蓋了 等一下應該這邊會直接合白球 要硬打這邊啦 哇 賈科技正面損失非常大 賈科技的兵力損失很大喔 哇 NC這時候可以分一點兵 來打這些傷況 哇 全部都去了 全部都去了 而且立場好像是沒有要隔斜坡喔 要直接要把這傷況打掉 要保存他的立場 他其實這些照片都新刷出來 所以是沒什麼磨的 好 直接來 狂戰士呢 狂戰士在後面 好 拉一個陣型 立場把所有的部隊都隔住了 哇 賈科技的陣型非常的差 賈科技的陣型很差 哇 好 果然是直接把三防給打爆 哇 這波NC打得非常漂亮 NC的兵直接 喔 已經這邊再蓄起來了 已經有前置水界了 而且他等一下可以刷一波白球 欸 刷好 刷好的白球呢 喔 在後面 刷到後面 好 那正面三防已經完成了 上上NC的攻防是二攻三防 三攻 喔 二攻三防 好 那這邊是 哇 賈科技這邊 還是11阿 11阿 11阿 怎麼打123阿 哇 直接立場 一個緩速一場 緩速了所有部隊 兵力直接A上去了 嘴鐵不斷在點他的圍巾 好 那這樣賈科技正面有點危險阿 感覺要被捅穿了 哇 這個狂戰士非常威武喔 站了非常久 因為 因為攻防是有差的 老師 他已經三防了 狂戰士非常硬 而且那個NC一直在調整他的部隊 沒有讓他部隊隨便送掉 哇 這個防空塔 差點把他的巨像給打爆 但是 欸 賈科技正面完全打不贏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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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像直接A臉上了 哇 非常威武的正面 好 直接被站出去一點 賈科技打出了GG 好 我們恭喜NC拿下第一分 哇 NC剛剛被偵察到的時候 第一天直接轉兵 那個是一個很關鍵的東西 然後他不是NC NC他不是他的追尼還要往前壓嗎 然後讓那個賈科技 賈科技他還是 因為還是懼怕 懼怕他那個閃追一波 所以說 他蓋了三個雕堡 而且他的那個 飛機場沒有第一時間蓋 然後他爆了大量的地面部隊 所以說變成他的那個 賈科技他自己的科技也有被影響到 然後關鍵是他那個賈科技在反打那一波阿 就是他十分鐘 十一分那一波 帶著一妖艇的部隊去打NC的那個礦的時候 其實正常來說 那時候應該是要有四台一妖艇 然後是可以打雙線的 但是因為他的飛機場慢了嘛 所以說他那一波打過去 他是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一妖艇可以讓他打雙線 他只有兩台一妖艇 那他就只能打正面嘛 但是NC的正面 操作非常好 他的立場 格調了很多部隊 然後加上寬安士 提速狂 然後加上他的閃追 完全他只用BGP 他沒有用那種 沒有用閃電 沒有用巨像 他只用BGP就守住了這一波正面 那後面 因為他的巨像一直都沒有現身嘛 那他把巨像都藏得好好的 然後變成他那波守住以後 開下自己的三框 然後接下來下一波 賈科技他不是 又去打了嗎 但是因為他前面沒有發現到那個 NC有那些巨像 所以他沒有出圍巾 導致他的那一波正面 雖然說把NC的三框給打爆 但他的地面基本上已經全滅 然後NC一波反打 賈科技的兵續不起來 攻防又劣勢的情況就輸掉了 所以NC這一場我覺得打的真的非常漂亮 閃追被偵察到 轉兵 轉得很好 加上他的操作 所以第一場就是一個 打的真的非常漂亮 非常nice 好 第二場 賈科技選擇了 密林斯蒂 哇 第二場 在地圖一眼中方向的紅色人類玩家即將要放人家大招的是賈科技 哇 直接要放大招 但是這個 欸 這個剛好看不到 這剛好看不到 這個距離有點尷尬 好 在地圖七眼中方向的藍色神主玩家 是NC 哇 剛好沒看到 天啊 哇 這沒看到他直接被帶走 好 8人口 8補給戰 8兵營 因為NC上場其實也是沒有尋自己周圍的 那這樣的話 很危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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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NC還好他有偵察 他直接去 講個家 那他一過去的時候 會看到他是沒有兵營 那他可能就會感覺到 但是正常來講 因為賈科技他是8人口 放下了那個兵營嘛 所以說他第一時間把 刁寶蓋下去的話 你NC到他家發現到 沒有兵營的時候 他把工兵拉過來 偵察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所有工兵拉上去的時候 那個刁寶已經蓋好了 尷尬的地方就在這裡 那個刁寶已經好了 好 這個地方卡住喔 那個槍兵不會死啊 哇 我覺得NC要被帶走啊 這個刁寶會蓋起來啊 你看喔 NC這時候發現 怪怪的 工兵有點少 這時候他一定會循著 他一定會拉在這工兵循上面 一定會的 NC 我相信你會的 他循這裡 我相信你會循這裡的 對不對 有看到 但是有點來不及 工兵全部拉上去 好 那就照 剛剛我講的一樣 刁寶會蓋起來 然後槍兵就住進去了 哇 NC這場非常危險 基本上 喔 沒有拉進去 但是這邊直接進來了 喔 哇 很危險啊 很危險啊 剛剛因為拉光兵的關係 所以說他NC的 沒有錢去出 狂戰士喔 他直接出追烈 欸 他一直出狂戰士 哇這個包起來太漂亮了 天啊 有沒有看到 他把他的槍兵給包住了 哇那這樣子好像還可以 還可以打 好像還可以打 狂戰士要出來了 狂戰士要出來了 那NC應該是要出 追烈 哇 又拋到了 我幹 你敢信 哇賽 我靠 那個弓兵 有點猛啊 那個弓兵 圍殺三隻槍兵 直接 讓甲克技崩潰了 喔 我靠 你敢信 他 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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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槍兵把所有的槍兵都包死了欸 喔 這個 這個 這個圍操真的太好 這個圍操真的太好 好 假刻機選擇宇宙終極戰 星圖 好 再來是第三場 好 爆一下出現點位 在地圖五點鐘方向的藍色神圖玩家 是NC 吃個喉糖 紅要爆 在地圖11點鐘方向的紅色人類玩家 是來自NYI戰隊的假刻機 哇 剛剛那個居然能夠守住啊 有點神 不過關鍵還是因為NC要有偵查 他有去偵查 所以說他知道假刻機今天要放招 他如果沒偵查的話 被那個碉堡 只要第一個碉堡蓋起來 然後你是看到那個第二個碉堡在蓋 然後你要去守就來不及了 那基本上就是掛 他也是因為NC要紀律性 那我做那個紀律性喔 他前幾次我去偵查 最後才可以發現 才可以及時發現那個假刻機他放大招的意圖 喔 又一個離開 好 一樣 NC一樣是冰影 傳送門放下去以後就直接偵查 好 特別小心喔 家裡巡迷巡迷殺 已經2比0優勢 2比0領先了 那 細節做到位一點喔 不要讓你有機會 跟打一命 好 還撐 看了一下瞭望塔 那假刻機這邊一樣是死神開 來 喔!NC這場 喔!NC這場 是六氣在踩啊 NC這場要放招啦 這個工兵可能要去野一個水晶喔 這可能要野一個水晶啊 這應該是要野飛機場 或是野一個人的閃追或引到之類的喔 欸!可是其實最近還有一個打法 你也可以野那個VR 然後出兩隻不朽 那那個timing大概8分吧 8分就到我們就要開戰了 然後兩隻不朽 那個時間點很早喔 8分那個timing 強是強在那個人類是沒有打針的 打針要好大概是8分20秒 到8分...到9分之間喔 8分20秒左右才會好 好!因為剛剛NC工兵有來偵查 所以說 賈克金因為他的工兵已經在對方... 然後那個在NC加看到他有雙氣在採 所以說他的... NC... 喔喔!賈克金的... 死神偵查到了這個意圖喔 看到這個野水晶 那這樣子的話 NC就沒有辦法野VS啦 之前NC打比賽是有... 是有這樣打過喔 就是外面野一個VS 然後續那個... 續那個先知 續到3隻以後才去... 才去A喔 那... 哇!他水晶沒有取消 這有點可惜啊 這水晶沒有取消的話 等一下這個水晶就要送人家啊 好...過來看一下 那...VS直接蓋家裡了 這樣沒意外的話 我覺得賈克金晚點... 再去偵查發現沒惡礦的話 應該會丟個掃描 主要是看那個死神有沒有死啊 死神如果死掉的話就只能用掃描了 那如果說死神沒有死掉的話 那... 他應該是不會丟掃描 會想辦法用死神來偵查 好 但是NC這邊... 感覺是防守滴水不漏 上面放一個...球 會追劣發這個... 惡礦正中間那... 死神要上去是有點難喔 NC只要稍微操作一下他的球的話 這死神是完全上不去了 好...這邊... 槍兵要過去清掉這個水晶 好...直接來了 哇...這個雙線... 雙線偵查有點猛 用他的弓兵把追劣給引開喔 那這樣的話他的死神就可以有血進來 就可以偵查到 好...NC被偵查到了... 星際之門 好...那這樣子... 這邊應該會馬上蓋下一個電力攻城鎖 然後準備在他主礦跟惡礦都放下一個... 飛...飛彈砲台 那就...萬無一失啦 那...NC直接轉打法喔 一個...出一個先知 直接轉閃追 喔... 這叫轉閃追嗎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引刀喔 因為那個...NC放下這些惡礦 呃... 感覺有可能是引刀 欸...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對方... 因為NC今天已經出了那個...先知喔 那先知去燒你的話 你家裡肯定會有防空塔嘛 一定有飛彈砲台 所以說應該這個... VC應該是要出閃追才對 出引刀是有點不合理的 好...VS來了 呃...那個...先知要過來...先知見 那這邊已經有防守囉... 那...可能會有一個...防空塔嗎 喔...這邊也是先用槍兵手 還沒有要蓋防空塔 還沒有要蓋防空塔 哇...這個把...從這邊硬... 從這邊硬甩槍兵這有點兇啊 好... 夾克機沒有要蓋...那個耶...沒有要蓋那個... 嗚...又殺了一隻 有點兇...這NC的先知見有點兇啊 恰伯伯先知見 恰伯伯 恰伯先知見又要來殺這個... 殺這個蓋建築物的工兵喔 這樣會影響到你的營運的節奏 恰伯伯先知 恰伯先知是他站在一個...相當尷尬的位置 打不到 真的是恰伯伯先知 好...這邊直接升了閃錐喔 然後二礦也是有在補農民的喔 所以說NC這個不是打一波 他就是營運型的閃錐 等一下NC會去燒...NC會去燒好對方 那可能同時會把自己的... 很有可能會直接開三礦 好...他既然他都走閃錐 他很有可能會直接開三礦 不一定 好...再繼續看下去啦 好...先知這邊... 基本上先知已經是被封住了喔 先知跑不掉了 那如果說NC想要救那隻先知的話 他就必須要用他的追列喔 去正面去... 把對方的部隊引開 他的先知才可以跑走 哇...這先知超危險的 他如果說想要從下面走的話 基本上是紋死 從上面走的話還有一線生機啊 好...看下飛彈砲台 掃描了一下喔 看到這個...正在升級VC的科技 所以說... 他實在有看到那麼多追列 他知道閃錐要來了 好... 家裡是沒有那個喔 沒有胖子喔 沒什麼胖子 都是槍兵...喔...一隻胖子 兩隻胖子 他正面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啊 是他在自己的... 基地中間放了防空塔 是怕...到時候正面打起來 一個不小心被先知給搞 好...離開了 正面打起來 挑動一下喔 那先知... 可以動了... 先知可以動了 好...先知要動了 我... 哇...防空塔還被蓋好 被殺了一點龍 好...走...趕緊走 好...爆了 有點可惜 爆 我感覺... 感覺... 黑死了... 先知好像比較強一點啊 好...這邊補到了... 六兵 哇... 這NC在打死人啊 這個...這個... 這個追戀有點多 他要打死人了 哇...NC這個沒有要跟人家打贏運的喔 他...認真... 他要把...認真對方... 把傑克機給幹死了 所有的追戀都... 一直...一直在刷追戀... 追戀非常多 但是...賈克機的兵也很多喔 基本上我覺得是打不下 我覺得是打不下 而且畢竟一攻已經快好了 要打下很難... 很難... 這操作非常好 這操作非常好 所以說你... 今天NC如果說鐵頭要硬打的話 我覺得是... 有點難的 真的是有點難喔 感覺是不好打 好...NC轉兵了 NC轉兵了 這個...鐵頭打的話 應該打不贏了 好...這打真沒有 全部都打喔 哇...這款球犯的還不錯 但是媽媽球... 母劍核心可能要爆 母劍核心... 母劍核心可能要爆 母劍核心... 哇...這有點酷啊 母劍核心爆了 哇...這樣正面有點難熟 正面如果說沒有大光炮的話 正波...正... 直接捅到正面的話 是有點危險的 好...不過... 賈克基會... 打真打了很多下 所以說他的兵 基本上都沒兵... 沒...沒血量啊 喔...那這樣硬打 好像不是很好喔 好...直接頂上去了 但是因為打真打太多 打過一彎 NC打贏了 天啊... NC打贏了... 賈克基這波損失非常大 好... 哇... 賈克基這波有點太衝動了 打真打太多下了 但反而... 哇...反而... 哇... 哇...這個... 被截了一個腰體 哇...這正面不行啊 剛剛那一波真的太兇了 太...太激烈了 剛剛賈克基那一波太衝動了 那這樣的話... 正面NC的兵非常多 靠...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 而且他還把刁寶賣了 哇...那這樣子要被帶走啦 雖然說一攻喔 但是基本上... 閃追可以操作喔 你是沒有辦法操作的 好... 弓兵都拉出來了 哇...賈克基太大意了 他的對手是NC啊 好... 這一波應該是守不住了喔 守不住了... 欸...NC的兵呢... NC的兵因為沒有前置水晶 所以說... 接兵的速度有點慢 NC他也轉兵了 開一聲提速狂 開一聲提速狂 好...那應該會放下一個...VT 好... 正面... 正面已經快了... 已經快沒辦法了 已經快沒辦法了 工兵又拉出了一波喔 而且還蓋架自己三礦 剛剛假裝一直想說 正面擋... 哇...正面... 有寬在前面當露盾 把寬... 把前面的工兵都宰...宰掉啦 而且寬在倒上還沒死啊 大量的追... 哇...賈克基可能要頂不住了 賈克基... 賈克基... 哇...全部都載起來了 賈克基... 這二礦不保... 二礦不保... 好...是要塗...塗農啦 塗農了 塗農... 塗農... 說好塗農是農民嗎? 你眼睛長哪裡? 沒關係...先把基地打掉 胖子又衝下來 打針衝下來 帶上工兵 喔...這一波... 正面是沒有狂戰士的 所以他不敢打 要狂戰士去清掉那些... 欸...那個... 太空攻... 太空攻城這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打這邊 好...直接跳前... 往前跳... 點了胖子... 直接集火胖子... 集火胖子... 喔... 集火胖子... 上下... 但是這個操作已經是... 已經是很難力挽狂跑了 但是... 欸... 一攻有點威猛 一攻一防已經好了... 一攻一防好了... NC的部隊越來越損失越來越大 但是NC的部隊還是... 接兵接上來了 哇... 賈克機殺龍民已經不太夠了 又拉出了一波龍民 基本上這裡全部的龍民了 一半龍民都拉出來... 一半龍民都拉出來... 哇... NC這個... 沒有攻防啊... NC沒攻防... 喔... NC這邊... 被守住了... NC現在又... 又殺了一波兵啊... NC有沒有放VT啊... 我覺得NC只要正面... 合個兩顆白球... A正面應該就直接打爆了... 好... NC基本上現在已經算是有點小抱錢了... 你看他現在... 剛兵刷出來了... 但是他前面有花... 哇... 花完了... 好... 來了來了來了... 這一波是有狂戰士的喔... 如果說今天人類他有拉龍民的話... 你... 基本上你... 神族是一定要有狂戰士槍的話他打的... 如果說你... 直接用槍... 那個... 用追硬鋼的話... 是很虧的喔... 你的海盤的那個... 閃... 閃進科技都花完... 好... 直接打上去了... 狂戰士... 狂戰士在前面清理他的弓兵喔... 欸... 追列在那邊打... 追列在後面射... 好... NG的操作好像有點... 好像有點失誤喔... 不過還是可以喔... 兵力還是差很多... 其實這時候追列可以直接擠我喔... 衝上去擠火... 因為說你... 因為對方是一攻一防... 你直接用A的話... 那變成他的那個... 胖子是倒在死... 好... 是阿... 賈克基所有兵力都已經沒了... GG... 3比0... 哇... 這是一個操作完事啦... 賈克基... 太衝動啦... 剛剛其實守住以後... 他要追可以... 但是他只會兩台醫療體... 他的補險能力是不太夠喔... 結果他... 邊打針邊追... 然後而且還家裡的兩個刁寶賣掉... 賣掉了那個刁寶錢... 直接蓋了一個... 山基地喔... 他原本想說可以把NC直接壓起來... 沒想到NC超兇的... 直接一波... 看到裡面血... 直接一波反打靠操作... 把他這邊不會全部吃掉... 變成賈克基後面兵蓄不起來... 哇...有點可惜... 賈克基這場應該是要... 贏的阿... 應該是要贏的... 他前面是有點優勢喔... 有攻防優勢... 而且還守住那波閃追... 太照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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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照鏡了...